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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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ON 話題出來了 又是時候分享我們全新的事作報告 而今次最適合 包咬頸的PK仔 這一個就是 一個叫做 有些人吃甜品 就說 總會有人再衝出來 就說 蛋糕當然是甜的 難道哭嗎 然後你就一下子 蛋糕 劇場完了 我們大概看看你需要這些 其實就是 幾台式的一件事 跟古早味蛋糕 基本上身體是接近的 只是配料不同 導致它變成 帶一點點鹹味 還有一點點 蔥油香味的一種 蛋糕 先做的 就是切蔥 我們需要 蔥花 我這裡有五棵 其實大概 看出來 30克左右 它不經過炒 所以下面這部分 我們是完全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上面 綠色的部分 所以這裡 會切得深一點 所以多了蔥 多多少少 嘩 那這次就小顆 可以了 不同台式的蔥 有一點點的味道 有一點點不同 這些如果太大顆 會太濃 40 其實你30就夠了 我怕待會也會太多 這個蔥 可以調味 我的建議就是 不是豬油 但是你沒有 都不要緊 就可以加普通的油 因為偏向中式 或者古早味的東西 蔥是跟著豬油的 才有個香味 才厚 厚一點 比較10克 之後呢 就到鹽了 那就1% 最極端 你可以加一點點 雞粉 不過呢 少許胡椒粉 都是很蔥油的感覺 感覺 你感覺到 它會變成一個 有一點點油 有一點的 蔥的狀態 如果你覺得 油不夠 你可以多加一點 沒什麼所謂 好 蛋糕沒有 牛油紙就 隨便 隨便這樣就可以了 隨便拿一點點 之後呢 我們做個圓形底 給它 所以就對摺 再對摺 再對摺 這樣呢 你拿底出來 對一對 這樣 然後呢 就可以剪了 這樣呢 通常呢 第一轉這樣做出來 都會大了很多 再來 那現在呢 就差不多了 好 放進去 第二步呢 就是圍著它 這樣捲一個牛油紙 通常你捲一次 就夠做很多個了 譬如 你這樣做完 然後切開牛油紙 然後放進去 跟它的高度 咦 這個呢 又可以切一下切 然後反方向呢 鋪進去 好 那我們呢 分開兩個碗 一個呢 就是蛋白 一個就是蛋黃 蛋黃那個比較小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如果你感覺到那個蛋殼 不是你想要那個形狀 你就最好下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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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蛋了 我們磅少少糖 它呢 都是需要糖的 其實糖在蛋糕裡面 挺重要的 除了味之外 沒有糖呢 你很難打的 那些鹹味呢 是來自我們的配料的 其實蛋糕的身體呢 其實都是甜的 只是一個鹹鹹甜甜的感覺的蛋糕 那呢 準備兩個 如果你有兩個 就兩個 如果你沒有呢 就逐步逐步來吧 好 我們呢 先做蛋黃的部分 因為蛋黃的部分呢 其實很耐用的 基本上你做什麼都可以的 打均勻蛋黃啦 這個呢 就類似梳乎理班戟啊 那些東西呢 全部都是這樣的啦 然後呢 少少油 讓蛋糕的身體呢 沒有那麼... 刷 有沒有覺得好神奇啊 蛋呢 跟油呢 是可以完全混合的 因為蛋黃本身 就是最好的乳化劑 牛奶都不要管了 我們這個... 寬容度很高的 但是記得 做這些東西之前 預熱定焗爐 蛋糕不能等的 因為有糖呢 都要有一點點一點點鹽的 好少可以的啦 不夠百分一 因為這次蛋糕 不是說很多糖好甜 所以加太多鹽呢 就會太過膩了出來 之後呢 低加麵粉 低加麵粉呢 最好就是過篩 盡可能小力地攪勻它啦 但是都沒什麼的 這個低加麵粉來的而已 攪到它呢 沒有粒粒就立即停手了 有沒有這樣呢 你是見不到麵粉粒就行了 就是有一點點粒呢 你都可以油它 因為多放一會 它就會沒有東西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預先準備的 這個可以油它放到 放多久都沒什麼問題的 又是唯一會難 唯一會炒的 就是蛋白了 輕輕發一發它先 三隻蛋白而已 沒有東西的 COOL 那開始起泡呢 就可以分階段加糖了 不要打到 起了你才加 糖溶不到的 去到這麼厚 那我們呢 把蛋白呢 就像平時那些 那樣啦 就是有個尖 扔著扔著不斷的狀態 打到呢 若果是這樣 你這樣扔著它 好像鬼一樣飛來飛去 它都不斷的 就是要這些 好 那我們呢 就可以進入下一步了 下一步呢 就是把兩樣東西 混在一起 這盒東西呢 用蛋白來算 這盒東西是危險品來的 因為它已經有齊了 油脂啦 蛋黃啦 那些東西 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呢 它一混進去那個蛋白呢 就會開始倒掉你的蛋白 裡面的泡 所以呢 盡可能小心 這樣呢 分次落呢 會好一點的 我們呢 先拿一半 三分一又可以 一半又可以 盡可能呢 將它混合 這樣轉轉 這樣轉進去 讓它呢 那個蛋白呢 變得呢 容易一點混合 稀一點先 那呢 不用去到完全混合的 你就可以下另外一半了 有些人會反過來的 將蛋白呢 拿一半混進去那個蛋黃裡的 沒什麼大問題的 這個 這個還沒去到最劇烈的那個 用哪一款都沒什麼大問題的 只是你一次過呢 就很難混合的 一下子打起來 因為兩個那個 質地呢 相差太軟了 那你很容易呢 為了混合它呢 攪拌多了 就是這樣先的了 你都會越混越水的 會 插下去 發上來 插下去發上來 你見呢 是沒有那個 壓到它的動作的 它是很輕柔的 少少滑下去 這樣呢 就很容易呢 做好了 攪拌一半下去 這樣呢 鋪平一點 在裡面 就是這樣 當你分好了一半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餡料 全部放進去 我們呢 會有一點點肉鬆 有泰式和台式的 這次呢 就最好台式 其實質地是有略為少少不同的 實正一點 重一點的 就是我現在這樣 我譬如鋪勻個面子 這樣 你可能用三分一左右 你已經夠鋪了 如果你是用 鬆一點的 泰式那些 那除了豬肉鬆 你什麼鬆都可以的 魚鬆 還有 魚鬆 還有 魚鬆 魚鬆 我剛才不是說 櫻花蝦是正的 但櫻花蝦呢 如果你是沒做過的 即是沒焗過 等等櫻花蝦 其實就不適合直接放入餡 餡裡面呢 就不會焗的 大家有一半 是會放上頂的 那頂那個呢 你就可以 自由一點了 因為頂那個會焗到 但這個是焗在裡面 在蛋糕餡裡面 你就不可以放一些全生的進去 不然焗不透 這一部分 你可以加多一點火腿 那些都是正的 但當然不要太重 不然你會壓軟底 好 那我們加上另外那半 一盆 如果你有冒險精神 我覺得你可以切幾圈沙拉醬 嘗一嘗 但是沙拉醬是油脂來的 它都是會壓爆你下面的蛋糕 搖一搖 一下 一下 兩下 搖一搖 三下 然後把我們剛才準備好的東西 灑上去 給它一點點壓力 因為蛋糕肉鬆 不給一點點壓力 焗乾了 會掉出來的 不要完全地外露 之後呢 沖 又是平均一點點 盡可能 弄鬆它 那這次呢 都是這樣的 台式蛋糕這類 就不用太過高溫的 一太高溫 就焗到爆開 裂開了 所以我們160度呢 慢慢焗就可以 那時間呢 要久一點 因為這些蛋糕打法的 都是焗不夠呢 很容易整個形狀 撐不住 然後中間會凹凹 我們呢 用160度焗它 30至35分鐘左右 那中間呢 也是轉一轉它的角度 那最保險呢 就是焗完 160度 完了 關掉焗爐 有一個焗爐裡面 給它多10分8分鐘 那就最穩陣 那就沒有那麼容易 會縮得好 好厲害 那我們呢 放進去 一會兒回來 好了回來了 那我們的蛋糕呢 已經呢 攤冷了 那我們移出來 我覺得很棒 很吵氣 然後做一些很奇怪的蛋糕 是一件很治癒的 嘗嘗 鹹蛋糕 好 好 那我們呢 今次這個 古早味鹹蛋糕呢 就完成了 雖然呢 焗得有點醜 都是呢 有一點點縮的現象 不過我們 切開它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呢 我呢 連續做了呢 有兩個 基本上我第一次是直接用機做的 那出來呢 停滴滴滴 還有我沒有再在裡面攤 因為焗完就直接拿出來 然後縮得很快 但是呢 它縮得平均一點 你剛才不是看過 我的蔥多了嗎 可能還是 一點點的因素 因為它裡面 它蔥裡面很多油 其實都沒有問題 是中間凹了 就是真的太多餡料 變成它受不到壓 就放進去 但是應該整體 如果你是減少少餡料 就沒什麼問題 是因為我的蔥 純粹因為太多 蔥太多油 導致壓了頂 你看蛋糕體的部分 其實是OK的 還有旁邊沒有壓的部分 是很鬆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鹹蛋糕了 立即是黏著 好像在吃蔥牛餅 這個味道很台灣 是真的 好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鹹蛋糕了 做本來的難度 其實只有兩顆星 就是因為我加了太多 所以我們再給它一顆星 成本效益 5顆 因為它是材料很少 而且在街上是不能買 就算有錢 也要買50-60元 還原到 給了兩顆星 下次再做好一點 我再給你看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按讚,訂閱,訂閱,訂閱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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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